两年前某德系合资车惊天一碰 碰火的中保研和正面25%偏制碰撞实验 我们选车也多了一步 也看碰撞实验 为了在车祸中保你一命 汽车有哪些安全设计 碰撞实验的结果有什么意义 电动车的安全装置跟油车有哪些区别呢 大家好我是大蜡烛 这期我们来聊聊 发生车祸时 汽车的哪些设计能帮你逃过一劫 通常来说汽车的安全 分为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 同样技术也分为主动安全技术 和被动安全技术 主动安全技术就是为了预防事故发生 比如AEB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会在V1情况下紧急制动 辅助驾驶而避免碰撞 或者减轻碰撞造成的伤害 还有ABS防爆死系统 在紧急情况急刹车时 防止车车爆死 避免翻车 还有操控安全等等 让汽车的操控更简单也更智能 简而言之 就是尽量避免发生车祸 被动安全技术 则是在发生车祸时 这些设计可能救你一命 比如常见的三点式安全带 当遇到紧急情况极减速时 安全带的锁纸机构被触发 马上收紧把人紧紧捆在座椅上 如果同样的情况下 没系安全带 运气好的在车里飞 运气差的直接砸穿挡风玻璃 飞到马路上 但是光把乘客固定住没有用 车祸的时候 车是往内瘪的 车身和乘客之间 最好能有一些缓冲的东西 于是又有安全气囊 不要小看安全气囊 某德系合资车的碰撞 就是安全气囊歪了 假人驾驶员不得不用脑袋和方向盘 来了个硬碰硬 安全气囊平时是看不见的 他们通过安装在车内和车头位置的传感器 感知碰撞方向和程度 一旦出发 就会瞬间炸开 护住乘客 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 汽车头枕也是被弄安全装置 汽车头枕的设计 不是只为了让你舒服 更重要的作用 是在车祸发生时 尤其是追尾的时候 支撑你的脖子不被扭断 但所有的安全设计中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西能式车身 汽车碰撞一共有三个层次 车 安全装置和人 人身体内的器官 汽车在运动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动能 而在碰撞结束之后 汽车静止动能为零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那一定是发生了形变 或者是产生了热能 车祸发生后 首先汽车跟碰撞的东西 肯定是变形吸收一部分能量 其次刚刚上面讲的安全带 安全气囊 头枕都会吸收一部分能量 最后就是车上人的内脏器官 内脏也会产生相互作用 有时候人看着好好的 但是内脏碰碎了 汽车的被动安全设计 就是最大限度吸收碰撞过程中产生的能量 而检测被动安全技术最好的方法 就是汽车碰撞实验了 但是以什么形式撞 以多高的速度撞 主要撞哪些地方 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真实的车祸千差万别 每一起具体情况可能都不一样 但实验室的条件和经费又都有限 所以大数据就成了我们最好的帮手 通过CIDAS数据 车祸发生时形势往往多样 但大体上可以分成这四种 追尾 联合碰撞想必大家都听过吧 尤其在高速路况 像穿堂后路一样 前后车仅仅相连 穿成一串 两车正面相撞 这就是比谁投铁了 不过结局经常是两败俱伤 两车侧面相撞 这种在十字路口赶着投胎 闯红灯的时候比较常见 背撞车辆往往很惨烈 车辆翻滚 零是剧中飙车必备的经典场景 空中360度转体 那叫一个刺激 这几种就代表性车祸类型 在汽车安全碰撞测试法规中的体现 就是后部碰撞实验 正面碰撞实验 侧面碰撞实验 车辆顶部静态扛压实验等 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价一款车 碰撞测试过关 或者说这么多碰撞测试项目中 我们主要关注的点在哪里 让我们以比亚迪汉EV的碰撞测试为例 来解读一下 先上一个总表 看一下大概 这个G就是评级 评级虽然很多项 但也分轻重缓急 发生车祸时候 什么修车发钱和行人安全都是扯淡 你要是能活着还在乎修不修车 所以对买车的人来说 一上来 我们就要先看车内成员安全指数 正面25%小偏执碰撞 也就是把某德西合资车 拉下神坛的那项测试 CIDAS数据库显示 重用车交通事故中 正面碰撞事故率高达59% 其中25%重叠量的 小偏执碰撞占比24.4% 是一种死伤率极高的事故形态 因为小偏执碰撞 避开了车辆前部纵量 纵量没有起到缓冲吸能作用 导致成员舱在高速碰撞中 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让我们先看看低评级P的表现 A柱断了 直接插入驾驶室 安全气囊接不住头 看惨烈程度 假人应该是直接当场去世了 据说这辆德西合资车 刷新了该项测试的最低分 所以说中国特供的减配车 还是不要碰 再来看看高评级G的表现 A柱未发生弯折 前安全气囊和侧气联 快速弹出 安全带约束到位 成员舱变形很小 同时轮网在坚固的成员舱挤压下 碎裂吸能 避免了对成员舱的侵入 因为汉EV的车身 前舱分三段吸能 碰撞时能量逐步释放 在吸能的同时控制碰撞减速度 整个吸能过程 在车身前机舱充分完成 而且车身中采用经典的 龙式框架结构 ABC柱门槛等部件 则采用了超高强钢和热成型钢 标配11个安全气囊 主副架全车无死角防护 又较降低了对成员的伤害 这评分除了比亚迪汉EV这种三段式吸能 还有另一种典型 来自前瑞典知名安全汽车 祖传丢轮保命 车从障碍物旁溜一下过去 也是一种选择 侧面碰撞在所有交通事故中 出现的比例约为25% 成员伤亡率高达44.3% 当侧面碰撞发生时 撞击能量会直接作用于 壁柱及车门上 如果车身侧围发生大的结构件失效 车内成员所受伤害值将成倍增加 一旦遇上就是要全村吃饭 某日系合资车的壁柱断裂 二手车价格直接跳水 一个好的侧面碰撞表现 应该是比亚迪汉EV这样 壁柱没有断裂 很大程度上能保证成员舱完整性 另外侧面气囊和侧气帘都正常展开 避免成个的头和车的铁皮硬碰硬 最好壁柱与驾驶员座椅中线之间的距离也大点 说明乳勤量比较小 车辆成员空间越完整 生还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你买的是油车 那看这两个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电车 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看碰撞后的电池 电车的电池安全性太重要了 如车祸后不幸起火 司机就更悲剧了 对比一下三种电池的针刺实验 短路的三原理电池就是炸药包 电动车车祸立马跑 片刻都不要待在车上 虽然比亚迪的专利刀片电池安全性很高 但汉EV依然用了大截面的高墙门槛 加四道衡量配合电池包与门槛之间的安全空间 保护电池 双重包线 第二要看的是车辆辅助安全指数 也就是主动安全技术 车辆辅助安全指数 主要评测FCW高速前防碰撞预警 和AEB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比亚迪汉EV在这项评测 也获得了优秀的评价 汉EV搭载的FCW前向碰撞预警系统 以及AEB CCR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最大限度在车辆可能发生碰撞前 做出预警并及时制动车辆 发音速度达到毫秒级别 第三要看车外行人安全指数 汉EV在针对发生碰撞时 车外行人头部和腿部的受箱值评价中 均获得优秀成绩 可以说是在高评分的成绩上紧上添花 最后再看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 一直以来豪华车在这一指数评价中 普遍得分不高 因为修车贵 换句话说 车的做工用料越好 修车就越贵 修五菱宏光和劳斯莱斯 谁都知道哪个更便宜 除了碰撞测试 还有两项也很重要 车内空气质量 2013年315晚会就曾爆光了 部分豪车使用的总尼片中 均好有70号力轻成分 豪车便白血病车 想买车的记得多搜搜看 逼让不少老哥自费做过测评 比亚迪汉EV的空气质量指数都是高分 二车辆重量 小型车在碰撞事故中更吃亏 大车对小车的对撞优势 是显而易见的 载货大卡不需要多么大的强度 照样无人能敌 回归到比亚迪汉EV 整车总质量2.3吨 号称公路小坦克 同类型中型车一般在2吨以下 汉EV的优势很明显 实战中车碰车 其他条件一样 越重的越安全 比亚迪废了 一定要把仓盖拆下来卖废铁 千万能卖一包滑子 1959年 一台装载着假人的奔驰车 高速撞上了重达17吨的固定债务 这是汽车历史上第一次碰撞测试 碰撞测试评价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不断降提交通事故中的死伤率 目前来看也确实做到了 2009年 在第一次碰撞实验50年后 一台09款麦瑞宝 同一台1959款的Bell Air 进行双车对撞测试 两台车自重都在1.5吨左右 但是来自半个多世纪后的 麦瑞宝完爆Bell Air 在越来越严苛的碰撞法规 和测试标准的推动下 汽车在不断进化 车辆安全性在不断升级 而碰撞试验的测试项目 也在不断改变 从只有正面碰撞 到增加正面25%偏执碰撞 碰撞试验如何发展 取决于交通事故特点 发生怎样的变化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以及自动驾时代的到来 新技术会带来新的交通事故 也会产生新的碰撞试验测试项目 说不定未来就会产生 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的实验 还有针对自动驾驶技术的实验等等 作为新能源汽车大国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数量 约占全球一半 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 汽车安全势必要成为到 严苛的考核 新能源汽车开发 并不是盲目的提升行里程 而需要像国产比亚迪汉伊威这样 不断追求更严苛的标准 经以求精 不断突破核心技术 让造出来的车 能经受住千锤百炼的测试 推出让消费者 真正感到安全放心的产品